诶,到时间是补学维生素了 爸爸拍咖啡 我不想拍咖啡喝 因为这个味道很骯髅 天啊 等一下,我看完这个视频先,它很长 看不完,看不完 可是又很有点哦 以前的不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好的咯 叫你套一杯东西 只看电话 都不爱我了的 现在我都不重要了咯 好啦,好啦 我现在马上去咯 啊,有喝咖啡咧 你这么做orange juice 我不想喝orange juice 不是 米香不是有牛奶 我要配牛奶了 哎哟,你不知道的咩 那个补学的vitamin不能够超过其他水或者食物的啦 你们知道吗 补学的vitamin 不管你是吃哪一种 里面主要的成分是铁制氧 铁制氧 铁在身体里被吸收后 就用来组成红雪球里的hemoglobin 就是我们所说的HB啦 可是,当你在吃补学vitamin时 嘴巴痒 同时喝咖啡、茶或牛奶的时候 它们都会降低Ion的吸收 茶和咖啡里有个成分叫做polyphino 记住是polyphino不是咖啡因哦 所以如果你以为你喝市面上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就不会降低Ion的吸收的话呢 你就大错特错啦 那么牛奶、yoghurt、cheese 只要是奶制品 它们都含有 calcium calcium也是会直接降低Ion在小茶里的吸收 还有爱吃蛋的妈妈们 你们也需要多注意 因为当你的phosphoprotein也会直接降低Ion的吸收 高达28% 那我不是什么都不用吃了 可以啦 在你吃补水vitamin的一个小时前或两个小时后 你都可以尽情地吃 那么有没有食物是可以帮助Ion的吸收呢 有 附有vitamin C的蔬菜水果都可以哦 因为vitamin C它会把食物或者vitamin里的铁质吸取出来 并转化成身体更加容易吸收的upgrade version Ion man 所以吃补水vitamin时可以配点水果或者配水果吃喝 或其他含有vitamin C的supplement也可以 但记得不可以过量哦 我不要太赞了 妳知道吗 你只玩玩玩玩铁面吃了吗 嗯 我忘记哦 哎哟 妳看你咯 每次提醒你都忘记 你不会献ard了吗 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吃 不对 那就不要紧咯 我吃完饭过我才吃咯 又错 这样我最多下次我吃饭前吃咯 这样也错 到底要怎样吃咯才是对的 其实最好的时间就是放前一个小时 或放后两个小时 也就是当你空肚子的时候 吃补血vitamin是最好的啦 那为什么要空肚子呢 因为我们空肚子的时候 肚子里的环境会是酸性的 Iron呢他喜欢酸酸的 只有在酸酸的环境下才会变成Ironman 然后容易被小肠吸收 反过来呢如果先吃食物的话 肚子里的酸性就会减弱 那Iron的吸收也就会减少 当时空腹吃补血vitamin 有些人会胃不舒服 乍风或想做呕 那么你就可以试试看 放后两个小时 或者晚上睡觉前吃 接下来就分享一些 必须与补血vitamin分开吃的药 首先 Calcium Carbonate 还有胃药 给Viscone 你们就需要一个小时前 或两个小时后才可以吃 Level Directing 来治疗大紧薄的药 就需要间隔四个小时 还有Methiotopar 孕妇吃的高血压药 就需要间隔至少两个小时 因为补血的vitamin 会降低她的吸收 为什么我每天都有吃补血vitamin 我的HB还是降低 还是不够的咧 哈 到底要是拿你一种补血vitamin 才比较好咧 这个是我从Binley拿的啦 每天我吃Ele 每一样我都吃Ele 这个是我老公从外面 法博士买的 也是一天Ele 这个是我妈妈买给我补血的啦 到底要是拿你一个咧 啊 随便啦 全部我的吃Ele 我就不信我的HB不会加 其实以补血的效果来说 每一种补血vitamin都大同小异 没有说哪一种比较好 因为它们的成分都差不多 差别就在于它们适合不适合你 大多数补血的vitamin 特别是Obimin 或者Zinkoffer 这种张拨在一起的Combination pill 组合药丸都可能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 胃脏气 想O 便秘 但通常只是脏实的 你吃了几天身体就会慢慢的适应 便秘的问题也只需要你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就OK 只是担心如果偏偏你吃了那种补血vitamin 比如Zinkoffer 跟你八字不合 风水不安 吃了一两个星期还是肠胃不舒服 那么你就可以跟医生或者护士说 就换另外一种给你 比如说Eberate 会稍微对胃比较温和一点 如果你还是Beta含的话就要换成这四种vitamin分开吃了 会比较少副作用 只是比较麻烦一点需要多吃几粒 或者一天需要两次 如果换了很多种补血vitamin 每一种吃了都有严重的肠胃不适 没有一种吃钢尼的话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打补血症了 还有如果你吃补血vitamin很久了 HB还是不会上 又很靠近预产期了 那你也是要打补血症哦 讲了这么多补血vitamin 那你其实明不明白 为什么怀孕的时候要补血增加HB呢 其实是因为怀孕时 红血球的需求量会增加 所以就需要比平时多2-3倍的Iron 10-20倍的Folate 还有2倍的Vitamin B12 来生产更多的HB和红血球来应付需要 这些红血球一半是为了供应 胎庞的生长和胎儿的发育 另一半是为了供应妈妈自身的血液徐黄 和保证当你生baby的时候 会有多余的血去流失 通常自然生产会流失500ml的血 开到更多接近1L 红血球里的HB很重要 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Postar柱 来运送氧气和养分去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包括给肚子里的baby 若是你HB不够有贫血的话呢 对你和baby都是很危险的 你就会有贫血的症状 比如疲劳、闯气、头疼、头晕、皮肤苍白、手脚冰冷、心跳加快 容易受病菌感染 生产的时候血奔、浪肠和死亡的风险也会有提高 那么baby呢 出生体重低的风险也会增加 还有早场风险会乘2 胎儿死亡率也会提升 HB要低于多少才算贫血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南 当你怀孕的时候 你的HB低过10亿就算你贫血 那么你就要开始吃补血维生命疗 还有就是当你开始进入第10个周期的时候 就算你的HBOK 不管你贫不贫血 我们医院或KK也都会开始给你吃维生命疗 因为预防总胜于治疗嘛 对不对 当然同时间也应该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要多吃点富有Iron的食物 然后也要注意一下哪些食物饮料会影响Iron的吸收 所以这里我就帮你们做了一个朗人包 你们只需要截图就好啦 这些就是Iron成分比较高的食物 还有就是哪些食物可以加强Iron的吸收 有哪些会降低Iron的吸收 OK 好了 OK了 完了 YES 噢 终于啊 终于啊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你们喜欢的话就点赞订阅 大大里分享出去 我是Jason 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